清朝康熙44年9月初期 秦宫中一位年长的宫女兵士 康熙的心情十分沉重 下旨为该宫女举办隆重的葬礼 这次葬礼有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第一 这位宫女已经93岁了 历经天命 天聪 崇德 顺治 康熙五个时代 第二 康熙不仅亲自过问她葬礼 还给礼部下旨 要按嫔妃之礼来办理这位宫女的葬事 第三 不仅如此 康熙还允许十二皇子印陶 为她守灵七日 出殡那天 除了五皇子 十皇子照顾皇太后 皇十四子留在紫禁城外 其他诸位皇子都参加了她的丧仪 纵观青史 宫女有如此待遇的 仅此一人 这位宫女名叫苏玛拉姑 她曾是孝庄的随身侍女 也是康熙的启蒙女老师 本文小编将和大家分享这位传奇的清宫女子 一 草原上的口袋 提起苏玛拉姑 就不得不提她的主赃 慕不慕泰 后者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孝庄文皇后 约在明朝万历四十一年 孝庄皇后出生在科尔沁草原上 她的父亲是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贝勒 孝庄是家族的二小姐 身为蒙古贵族 她刚出生就注定和别人不同 按照惯例 等孝庄到了海提时代 家族就要为她挑选同龄侍女 约在孝庄五六岁的时候 贝勒府中挑了一位叫做苏莫尔的女孩 她比孝庄大一岁 身体健壮 为人沉稳懂事 很快就得到了孝庄认可 苏莫尔是蒙古语的音译 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 草原上用毛织成的口袋 后来苏莫尔改称为苏玛拉 意思是半大的口袋 若干年后 由于苏玛拉在宫中威望甚高 宫中上下都习惯在她的名字后面 加一个菇子 这才有了后世文明的苏玛拉姑 苏玛拉姑出生于贫苦的牧民家庭 被选为侍女 是他们家最大的喜事 入选当天 她发誓要一生一世照顾孝庄 事实证明 她做到了 自从苏玛拉姑 到了贝勒府之后 她就和孝庄一起学习蛮语 凭借自己聪明伶俐和刻苦努力 苏玛拉姑很快精准地掌握了蛮语 这为她以后辅佐孝庄 启蒙康熙 打下了基础 后今时期 孝庄所在的博尔吉特市 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后裔 在蒙古族中 威望甚高 努哈尔赤为了拉拢蒙古部族 几度和该家族联姻 例如 努哈尔赤的第八子 黄太吉之妻 就是穆布穆太的姑姑 哲哲 天明四年二月 在兄长乌克扇的护送下 孝庄带着侍女苏玛拉姑 远赴圣经 她和她的姑姑哲哲一样 成为了黄太吉的女人 后来黄太吉继承汉 孝庄成为了黄太吉侧父亲 黄太吉称帝后 孝庄被侧封为庄妃 并且生下了黄九子福林 从家族的二小姐 到黄太吉的侧父亲 从庄妃到孝庄文皇后 孝庄走到哪里 苏玛拉姑就陪到哪里 后宫艰险 女人更是不容易 但苏玛拉姑 一直是现在的左膀右臂 是孝庄最信任的人 实际 《游侠列传》中有一句话 而不一之习 摄取于然诺 千里纵意 唯死不顾事 意思是说 除身虽然不高 但为了当初自己的诺言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 也不放弃 苏玛拉姑虽是女子 但也足见高颖 其实对于孝庄来说 苏玛拉姑的存在 不仅仅是忠心户主 更多的是 多年来的陪伴和慰藉 二 守治国出一关 众所周知 努尔哈赤 虽然有清太祖的妙号 但实际上 他并不是清朝的建立者 后今天聪十年 也就是孝庄来到 圣经的第十年 皇太极改汉位为地位 正式建立大清 改元崇德 因此 在清朝历史纪元中 1636年是天聪十年 同时也是崇德元年 从后今到大清 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权换了名称 更是礼仪体质的转变 即印席 服饰等都要重新设计 苏玛拉姑心灵手巧 在针线上颇具造语 而且他熟悉满猛文化 因此 庄妃向皇太极推荐苏玛拉姑 来设计清朝的开国服饰 清史稿卷103记载 苏玛拉姑 孝庄文皇后之侍女也 国出一关式养 揭其手制 苏玛拉姑充分吸收了 汉 蒙 满 等北方各族的服饰优点 通过修改和创新 出色地完成了国出的服饰制作 从揭其手制这四个字可以看出 苏玛拉姑在清朝开国时期的工作量 应该很大 清朝国出时期 各层礼仪服饰 基本上都出自苏玛拉姑之手 从皇太极立国到宣统退位 清朝国事长达296年 而苏玛拉姑所设计的开国服饰 实际上在清朝延续了296年 所以苏玛拉姑虽是一介宫女 但她也创造了历史 清朝重得八年 皇太极在圣经促然驾崩 皇长子豪格和瑞亲王多尔滚 为了争夺皇位几乎兵格相向 在关键时期 孝庄派遣苏玛拉姑联系多尔滚 通过孝庄的精心布局 最终年仅六岁的弗林成为黑马 成功继承了皇位 视为顺治帝 此年清军入关 苏玛拉姑跟随被尊为皇太后的孝庄 达到关内 从此住进了紫禁城 当时顺治帝年幼 清朝大政借由摄政王多尔滚把持 为了避免后宫干政 嚣张每个月和顺治帝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这期间 苏玛拉姑就成为了他们母子之间的传话筒 苏玛拉姑经常去看望顺治 年幼的顺治帝长期受多尔滚压制 性格上有些偏执 苏玛拉姑善解人意 多次耐心劝解 三 赖其逊敌手教国书 清朝顺治十年 顺治那同徒赖之女同事入宫为妃 次年同事为顺治帝生下三皇子玄业 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 由于同事并不得宠 所以顺治帝对玄业起初并不重视 这时孝庄命苏玛拉姑来照料玄业 玄业幼年时非常聪明 苏玛拉姑教他读书写字 康熙的满文和蒙文的启蒙 都是苏玛拉姑所教 孝廷叙录记载 人皇帝幼时赖其逊敌 手教国书 宫中甚为高品 意思是说 康熙年幼时 苏玛拉姑是康熙的启蒙女老师 苏玛拉姑的字写得非常好 在故宫中是上品 苏玛拉姑和玄业之间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顺治十二年 当玄业年仅二岁 宫中天花盛行 孝庄和顺治商量 把宫中的诸位皇子 全部转移到宫外必斗 后来玄业染上天花 住在北京西华门外的浮幼寺内 苏玛拉姑奉孝庄庄之命 日夜守在玄业身边 那个年代 天花的致死率极高 一旦染上天花就很难幸免 但在苏玛拉姑的照料下 玄业神奇的痊愈了 康熙后来曾回忆说 是祖章皇帝因着年幼史 令保姆护其余紫禁城外 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成欢 这里的保姆指的就是苏玛拉姑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康熙年幼时因为天花的原因 和父母分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这期间多亏苏玛拉姑的照顾 实际上根据传教士汤若旺记载 顺治帝后来之所以传位给玄业 也得益于玄业曾经战胜过天花病毒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苏玛拉姑的悉心照料 便没有玄业 更没有后来的康熙大帝 顺治十八年顺治帝驾崩 玄业登基 视为康熙帝 孝庄被尊为太皇太后 当时顺治帝留下索尼 厄比隆 苏克萨哈 敖四人辅政 苏玛拉姑和当年顺治帝年幼时一样 每日早晚都往返于前清宫和后宫之间 一方面向孝庄汇报康熙的情况 另一方面也向康熙传达孝庄的关爱 苏玛拉姑比康熙大42岁 康熙视她为长者 对她非常尊重 康熙亲政后 孝庄正式退居幕后 苏玛拉姑也因此 才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小编之前写过孝庄 我认为 在古代著名的后宫女子中 孝庄的格局是罕见的 孝庄有做旅后的机会 但她却不想这么做 她把康熙培养成一位优秀的帝王 而孝庄对康熙这一系列的栽培之中 苏玛拉姑是不可获取的参与者 四 十二皇子的姑妈 清朝康熙二十六年腊月 孝庄太皇太后病危 康熙亲奉汤咬 日夜陪伴在祖母身旁 世宰 康熙曾亲自率领文武大臣 到天坛跪求上仓 宁愿折损自己的性命 也希望留住祖母 和康熙一样 苏玛拉姑一直守在孝庄的佛堂之内 连续跪精多 只求能延长她主人的寿命 孝庄是一位伟大女子 她辅佐三代帝王 为大清做出重大贡献 清史稿说她 从一代之兴亡 细于恭维 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违背的 当月的二十五日 大清第一位太皇太后 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旅程 安然离开人世 享年七十五岁 孝庄的叙事 意味着康熙彻底成熟 她的身后再无后盾 同时也意味着苏玛拉姑人生 开始走向沉寂 苏玛拉姑失去主心苦 从此陷入孤独和百无聊赖之中 日渐消瘦 根据萧婷序录 苏玛拉姑 孝庄文皇后之世女也 孤姓好佛法 暮年迟宿 终罪不沐浴 为除夕日量为喜酌 将其会水自饮 以为忏悔云 苏玛拉姑晚年 笃信佛学 一方面是因为孝庄信佛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她晚年孤独 佛家思想 能够让她适应寄疗的生活 苏玛拉姑 还有一个非常罕见的习惯 她中年不洗澡 只有在一年的最后一天 当除夕当天 用少量的水清洗身体 事后还要将洗澡水喝掉 以表自己的忏悔之意 孝庄去世后 苏玛拉姑已经76岁 康熙见她日渐消沉 决定将树妃万流哈士 所生的十二子 印桃送到苏玛拉姑处 希望苏玛拉姑 来抚养印桃 蜻蜓有规定 贫位以下的后妃 是没有资格抚养皇子的 即使是亲生儿子也不行 但康熙却把一位皇子 堂而皇之地 交给苏玛拉姑 这位老公女来抚养 不仅能看出 康熙对苏玛拉姑的重视 更能看出对她的信任 其实 康熙让苏玛拉姑 抚养印桃 目的是为了 不让她沉寂下去 事实果如康熙所想 有了印桃在身边 苏玛拉姑重新忙碌起来 她每日教印桃 读书写字 陪印桃玩耍 据史料记载 印桃和苏玛拉姑的感情 非常好 印桃还称苏玛拉姑为姑妈 苏玛拉姑一直陪伴印桃十余年 直到印桃成年独立开辅 在苏玛拉姑的教导下 印桃养成了沉稳无争的性格 古人云治国凭天下之权 该以母娇为本业 康熙晚年诸子夺嫡 印桃当时虽然已经成年 但却没有参与其中 这里面少不了苏玛拉姑的教导 五 清朝的传奇宫女 康熙四十四年九月 九十三岁的苏玛拉姑病危 虽然康熙让太医们极力诊治 但终究是回天乏术 苏玛拉姑在大清朝紫禁城内 安详地辞世了 苏玛拉姑去世时 康熙伤心不已 下令按嫔妃之礼 为苏玛拉姑治丧 因十二皇子印桃 是苏玛拉姑养大的 印桃要提出为苏玛拉姑守灵 印桃说 姑妈自有将我养育 我并未报答 即是如此已 我愿驻守数日 百日内功犯 三期诵经 对于印桃如此请求 康熙欣然应允 不仅如此 康熙还下旨让 除了五皇子 十皇子 十四皇子以外的 所有皇子 都参加苏玛拉姑的丧仪 需要说明的是 康熙虽然尊敬 但苏玛拉姑 在康熙朝并没有下葬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孝庄去世后 曾留下遗嘱 不愿打扰黄太极 实际上是不希望 自己和黄太极合葬 因此 康熙只得将孝庄的子宫 放在东陵风水墙外 暂安奉殿 因为苏玛拉姑 是孝庄的侍女 康熙念她们主不情深 苏玛拉姑去世后 康熙将她的灵鹫 也停放在了孝庄之旁 中康熙一朝都未入土 清朝雍正三年 朝锡灵修建完毕 雍正将孝庄文皇后 入土为安 但如何安葬苏玛拉姑 却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因为苏玛拉姑 不是皇室成员 也不是后宫嫔妃 按理不能葬入皇陵 最终雍正决定 给予苏玛拉姑 足够的尊重 的新城东墙外 距离昭西岭 仅有三里路 如此苏玛拉姑 也算是和孝庄为邻了 小编认为 在清朝 苏玛拉姑 是一位特殊女子 她虽为宫女 却靠资质和心灵 享受着尊宠地位 她侍奉孝庄 开导帝王 养育皇子 与清朝皇室 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时 她心灵手巧 终清朝296年 苏玛拉姑 所设计的清朝服饰 一直沿用 从克尔进草原 到圣经 从关外 到北京 从努尔哈赤 到康熙 这位茂蝶老人 经历清出沧桑 在大清朝 留下独特的烙印 猎女传 其为鱼姬说 玉石坠泥 不为乌 留下富汗女 不为乱 基于素雅 故不见遗影 苏玛拉姑 是一位善良女子 她在清朝 之所以能成为 备受尊重 得以于她崇告的品格 和绘制的心灵 封建后宫中的 宫女众多 然先有宫女 文明如斯 苏玛拉姑 是乃清朝传奇